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开始吧 手里 这是杀戮场刚冒头的三个星人 我已将他们的信息上传 这疯子究竟是何疯神伤 罗疯 这疯子原来是罗疯 果然够疯的 一个月822日的伤战 为什么我杀的越多就越觉得空虚 到底哪里不对 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不过 其实意识到了 你们又能对既定的事实 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罗疯 我迫不及待要看你 像我下跪的模样了 我们下跪的模样了 我们下跪点了 我们下跪的模样的 我们下跪的模样了 这些人也在一起 这些人给我用原来 1 2 2 4 5 5 请 高强的力道 和我之前碰到的对手完全不一样 剑鱼阵 他在戏弱我 他在戏弱 九次 他给了我九次机会 我都无法伤到他 竟然这么说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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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心力还心目 这回一时 卫生 我这是 还能够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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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战空间默认的邀请的机制是同阶舞者 白衣是恒星级一级 他是如何挑战狐哥的 他赢了你们之后 重新设定了自己的等级 我调查过了 他今天 只向你们三个发起了挑战 他是冲我们来的 究竟有什么目的 三弟 你认为红阁与白衣这一战 谁能提 痛快 我连战六百九十五场 跟你一比 其他对手根本上不了台面 aos奇怪 你 我做赤 sie 有 dire 识 识 闪 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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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 已经在技巧和经验上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为何 你们依旧无法突破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 强大的敌人 这点提升 对你们在实力上的差距 没有任何弥补作用 你们需要的是基因 灵魂和血统层面的提升 只有面对真正的生死考验 身体爆发出的求生本能 才能逼迫你们进化 继续待在杀戮场 你们只能困在恒星级 再难进步 原来如此 我总算明白 这一个月的空虚感 爸爸他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们在杀戮场继续待下去 是浪费时间 对你不是 你有经脚去受身体 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持续吞噬八十九倍效率的金属组合 付出几个月 金角巨兽就能突破宇宙界 你的人类分身也会相应提升 犯不着去冒险 那大哥和二哥怎么办 主人给我的任务是培养你 而且 摆在远程的诺兰山危机 你们唯一的筹码是金角巨兽 当然是优先提升他的实力 等金角巨兽再强点 再去冒险更保险 金角巨兽即使是巅峰血统 也不能靠这么温和的方式变强 如果诺兰山派出的对手 实力在宇宙级六界以上 我们该怎么办 怪不得我们那么拼命战斗 身体基础都没多大进步 我们提升最快的也是大涅槃这段拿命凭杀的时期 明玉先生 您和我们说了那么多 可以表明来意了吧 虚拟宇宙公司在众多宇宙国搜集天才 你们两个属于三级精英 以行星级九级就达到领域三重 十一级精英 符合虚拟宇宙公司的培养条件 那基青小姐是基青 怕是特技 你们如果加入 我们会为你们制定严格的培养计划 包括生活冒险 而且为了提升你们的存活率 我们还会免费为你们提供血统净化剂 那是什么 浩瀚宇宙 人类族群数量庞大 血统繁多 不同的血统 净化效率不一 宇宙中很多种族 成年后都是不入流 这是宇宙人类血统排行榜 常见的奴隶种族 成年仅能达到学徒级 根基浅薄 很难获得较高成就 有些种族 成年可以达到行星级 初步拥有在宇宙中生存的资本 但上限仍然不高 成年达到行星级的种族 根基尚可 能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成年后达到宇宙级的种族 根基较深 修炼往往事半功倍 更易突破 某些种族成年后 甚至能直接成为御主 比如满卡星人 地球人类只能来第九等 第九等血统的种族 诞生出两位恒星级一级 一位行星级九级 可见你们的天赋 但你们又被血统限制着 激青的天赋 有赖于它强大的血统 这是你们无法跨越的鸿沟 但血统净化剂 能让你们的血统 跃升至中等根基 那我们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培养期间 你们会被严格管理 不过这些束缚 对渴望变强的你们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怎么样 你们可愿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上